游崩两面刃 低油价恐年底告终 低油价虽能带动经济成长 但专家提醒别开心太早 他们估计低油价时代最快在年底宣告结束 工研院产经中心IEK昨天发布 2015年台湾制造业产值预测 今年年增率较去年10月上调0.07个百分点 达2.93% 工研院IEK经理陈志强说 失业率改善及生产增加 有助于整个投资跟消费的一个力道会增强 再加上整个国际油 油价价的下跌会有助于这个出口的一个扩张 但IEK也提醒关注油价变化 在低油价 享受低油价在好处底下 我们也要看这些局限失误 油价跌 产油国财政线困境 每升息延后都是警讯 如果油价止跌回升的情况以下 对整个制造业的一个产值的影响 我们也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研究机构分预测 低油价时代 恐在今年底或明年中就会结束 届时经济情势可能又有新变数 动新闻综合报导 4月18号 6月INT 7月18号 5月18号 9月21号 03月20号 15号 9月20号 30号 4月31号